大家如果在關心這個最新的iPhone 15 就會發現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叫做五倍望遠鏡頭 除了這個它的攝影功能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提升 一個升級叫做ProRes Lock 這個升級其實對拍影片來說 是一個非常有感的提升 究竟這個ProRes Lock 這個Lock是什麼東西呢? 嗨大家好我是Louis 歡迎來到週三攝影教室 每週善用三分鐘的時間 跟你分享一些攝影的基本觀念還有器材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這個Lock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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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Lock就是一種色彩模式 那使用這種色彩模式在拍攝影片的時候呢 相機或是手機會記錄到最大範圍的亮暗細節 這也叫做動態範圍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今天如果你在大太陽下面 人眼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天空啊 看到雲啊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路上的人啊 車啊 建築物等等的 但相機它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在大太陽的情況之下呢 你想要拍清楚路上的人啊 車啊 建築物 你把曝光調好 你會發現天空可能過曝了 亮到看不到細節 那假如你為了拍清楚天空 把減光鏡裝上去 把參數調整一下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路上的景色就會變得過暗 看不清楚了 人眼雖然都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在使用相機的話呢 你就要選擇性的去做一個曝光 而所謂好看的畫面或是有電影感的畫面 就是要把天空跟街道都呈現出來 拍照片的話呢 有RAW檔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感光元件 對於光的這個寬容度發揮到極限 或是你可以拍這個所謂的HDR照片 High Dynamic Range照片 高動態範圍的照片 那如果是拍影片的話呢 就是Lock 用Lock拍攝的話 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同時把天空亮部的細節 跟街道暗部的細節都拍攝到 那當然不可能像眼睛一樣 但已經是一台相機一台手機 能做到最極限的程度了 月櫃的相機呢 或是說這種專門為拍電影 拍影片而生的相機呢 基本上它的動態範圍就會越高 那每一個品牌呢 它應該都是有Lock這種拍攝模式 那每一個品牌它的名字都不太一樣 Sony的話呢 就是S-Lock Canon的話呢 就叫做C-Lock 那Nikon 應該是念Nikon還是Nikon Nikon的話呢 叫做Unlock 那iPhone的話呢 就叫做ProRes Lock 如果你現在很興奮 聽到用Lock 可以拍攝出更好看的畫面 然後就想要馬上用Lock 來開始拍攝的話呢 其實我想要先說一下 就是用這個Lock拍攝 它其實沒有那麼快 那麼容易就可以上手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那拍Lock的話呢 有蠻多小細節跟地方 是需要去注意的 那首先你會發現 你拍出來的畫面灰灰的 那其實這個就是Lock 最原始的樣子 那它也有一個別名啊 叫做灰片 因為相機就是利用這個方式 來記錄到它最大的這個動態範圍 那你後期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先把這個顏色還原 還原成Rack 709標準顏色 然後再開始調色 那簡單來說 你拍Lock 這個對於你的後期調色的經驗跟能力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第二點呢 就是有些相機 它在拍S-Lock的時候呢 它是需要過曝的 像是我正在拍攝的這個A7S3 它的S-Lock3就需要過曝 可能1.7到2檔 那為的呢 就是要保護亮部細節 後期再稍稍微把整體的亮部壓下去 第三點呢 就是在使用這個Lock拍攝的時候呢 盡量要使用它的原生ISO BASSISO 煤台相機的這個BASSISO 不太一樣 那以我的A7S3為例 BASSISO就是640跟12800 那這樣子畫質才會是最好的 最後呢 就是如果你在夜拍的時候 然後你用的相機 可能不像我在使用的A7S3 它是全幅的這個感光元件 會比APS-C的要大一點 或是說它的雙原生ISO 有一個原生是在12800 這麼高的ISO 又或者是你使用的光圈 不對 不是光圈 又或者是你使用的鏡頭 這個光圈不夠大的情況之下呢 就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有噪點 那畫面看起來就不會那麼的乾淨 所以整體來說呢 拍Lock有很多地方要去注意 那建議大家可以去多嘗試多練習 然後覺得自己OK了之後 再拿出去實戰使用 好啦 那就祝大家要拍攝順利 我是Louis 我們下支影片見 Peace